第三百四十集 条件 逆天改运 这次楚阳是真的惊了 原来这个世上不止自己在打这个主意 或者应该说顺天应运 但却要借运 第五轻柔思考一下 终于慢慢的又解释一遍 而这就需要下三天的气运相符 这么说 你能明白吗 楚阳点了点头 就是将一个国家的气运 通过某种办法抽取到你们诸葛家族身上 顺利的话 就能再延续一万年 是不是 不错 第五轻柔精益的看了看楚阳 而这就是你第五轻柔到大赵的理由 对不对 不错 简单的说 就是以一人之力颠覆整个天下 而且要做到连帝王龙气也不能压制的那种庞大气运 然后再通过这个人 以这个人的生命灵力为代价 整个家族的智者布下气运通道 从苍穹之中 用星辰之力 直接抽取 这个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因为一旦事成 这个人将锐减生命力 甚至一命呜呼 也不是不可能 一般的直系家族子弟 还是很顾念自己性命的 但我第五轻柔 却有一种荡平天下的野心 只要能让天下在我手中统一 就算立刻死去 又能怎么样 人这一生又能活多少年啊 不做点事情 难道要空服这一身绝世的才华吗 而且 那个时候 我也在看星辰气运术 却从中领悟了一种别人无法领悟的技术 那就是观星术 我能准确的把握天下大势 虽然这只局限于王朝争霸之中的帝王心术 但对这个计划 却是异常有利的 第五轻柔说到这儿 却沉闷的叹了口气 帝王心术又能如何 看得再准又能怎样 天下还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改变了 于是我跟我师父 在若观之年来到下三天 而我师父为了不止气运吸纳阵法 呕血而死 但在临死之前 却运发灵感 收养了一个孤儿 那就是我师弟 当时我师父最后一句话就是 我师弟会帮助我完成这个任务 然后就撒手西归 就剩下我和我师弟相依偎 我轻心教导师弟 并寻找机会 终于在五年之后 天下明朗 大赵乃天下之主 于是一路坎坷来到大赵 慢慢的一步步的争 而我师弟则一直隐在暗处 当我站稳脚跟的时候 他就离开了我 去了铁云 第五轻柔的眼中露出了一丝伤痛 可却被你杀死 被我杀死 楚阳有些惊讶 谁啊 唐心圣 第五轻柔一字一字的说道 那就是我的师弟 楚阳愕然 随后心中就猛的升起一阵凉意 因为他想起来 第五轻柔刚才说的这句话 我师父临死前收了个孤儿 就是我师弟 我师父最后一句话 我师弟会帮我完成这个任务 这推算的能力 可以说是逆天了 楚阳可是清晰的记得 前世第五轻柔横霸大赵 狂烈天下 而最难啃的骨头铁云 被第五轻柔和唐心圣 一个在内 一个在外 完全的冰箫瓦解 可以说唐心圣真的帮助 第五轻柔完成了他最难完成的事情 第五轻柔的师父临死之前 竟然算到了这种事情 这让楚阳心中对着诸葛家族的智者们 又增加了几分顾忌 这可真是有透彻天机的能力了 第五轻柔好像看出他在想什么 淡淡说道 你不用担心的 这种能力是需要付出生命为代价的 他眼中露出了几分机巧之意 世上之人很多 但活得好好的 突然要他付出生命 却肯心甘情愿去干的人 我没见过 这么说 你也不是心甘情愿呢 我有野心 有壮志 第五轻柔沉默了一会儿 淡然说道 但我也有家人啊 而且 我只是个家臣 楚阳长长的呕了一声 你也知道我的来历 也知道了我的身份 所以我今夜前来已经做到了开诚布公啊 是 楚阳承认 而且我猜测 这场战争 你不会跟我长久的打下去 第五轻柔说这句话的时候 眼神突然显得很是意味深长 这倒未必 楚阳心中一动 这快有快的打法 慢有慢的打法 我是无所谓的 第五轻柔轻轻一笑 现在就有一个在很短时间里结束战争的机会 摆在你的面前了 你是说 今夜 楚阳也深一凝 我能看得出帝王星术 而这次 地心光耀天下 立足铁云 所以 不管战争打多久 得胜者 都是铁云 就算我真的有通天本事 也无法改变天意啊 楚阳眉梢一动 他惊讶地看着第五轻柔 想不到对方如此坦白 你已经看出了最后的结局了 不错 所以我今天才会来啊 楚阳笑了 不错 第五轻柔若是胜券在握 那今天他绝不会出现在这里 说你的条件吧 楚阳轻松地问道 现在你也知道了 气韵这东西虽然虚无缥缈 但对家族却是异常重要 不仅是诸葛家族 需要气韵 第五轻柔露出一个大有含义的微笑 我们第五家族 也同样需要气韵 气韵 楚阳沉吟着 可你说的这些东西 我完全不懂啊 你不需要懂的 我懂就可以了 这时 外面的厮杀声已经慢慢减少 似乎敌军正在退去 但楚阳却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 第五轻柔也似乎毫不在意 似乎对他自己孤身一人 身处敌营数十万大军之中 毫无半点担心 两久之后 楚阳淡淡一笑 你说的不错 但是完全按照你说的来 我却不放心啊 因为我不信任你 他两眼逼试第五轻柔 除非你可以给我一个 让我完全可以放心的理由 我今天来 正是要给你这个理由 第五轻柔沉着的说道 气韵很重要 而诸葛家族的气韵抽取 却是抽取大招 可这次战争之后 大招根本就不会存在 他意味深藏的笑起来 所以诸葛家族这一次 是没有气韵可以抽取的 楚阳淡淡点头 可心中却在急速的 转动脑筋思考着 所以这次九节建筑 登上上三天的时候 诸葛家族就要倒霉了 什么呀 楚阳茫然的摇摇头 就算九节建筑出现了 登上了上三天 诸葛家族也不一定倒霉吧 只要这些家族谦虚谨慎 然后不要轻易的得罪人 就算跟九节建筑成为朋友 也不在话下呀 就算是井水不犯河水 九节建筑也不会轻易的就去覆灭一个大家族吧 哈哈哈哈 第五清柔 禁不住笑了起来 楚御座 你能说出这番话 就可以说 你这个人虽然智慧超群 形式诡异 手段独辣 可却是个正直的人 啊 楚阳尴尬的摸摸鼻子 真的不明白 他为何会这么说 九节建筑出事 本就是九重天的一次洗牌 第五清柔淡淡说道 但为何要洗牌 这却是天道治理 为什么要洗牌啊 楚阳紧跟着问道 这件事 他心中隐隐的感觉到一切什么 但却不明了 所以干脆趁着这个机会 穷追猛打的问个清楚 国家朝代为何要更替啊 第五清柔反问 然后自答 那是因为 前朝已经腐朽 所以要被淘汰 九重天 一如是啊 楚阳点点头 这点倒是 任何家族繁衍了一万年独霸一方 都会滋生出好多毒瘤 而这些毒瘤 往往是足以致命的 不错 这就是理由了 第五清柔深深点头 九阶建筑绝对不会主动的招惹诸葛家族 但诸葛家族 却一定会招惹九阶建筑 不管这个家族如何的三令五身 但该起的争断 却一定会起来的 而且一旦发生 那就是九阶建筑 接受不了和平解决的那种 到最后 只能矛盾激化 越演越烈 等到诸葛家族知道 对方就是九阶建筑的时候 那事情肯定就已经到了 天意都无法挽回的地步啊 这就是宿命 这就是弃运啊 而九阶建筑 乃是宿命的起源 所以在他身边 是不断的会有事情发生的 他不必去惹事 但是 事情却永远都会自动的找到他 就算他在家里睡觉 也一定会有人将他的房子掀了 然后迫使他去报仇 去找个公道 去要个说法 而这个说法 往往绝对是不靠和平得来的 需要武力 武力就要死人了 死人 就会越闹越大 你可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不知 除阳老实地答道 在这九重天大陆称为结树 最应九阶建里面的那个结字 第五清柔轻笑 但在数法上来说 这叫做中心效应 而九阶建筑 就是中心 若是将九重天 当作一幕戏剧的话 那么九阶建筑 既是主角 而主角 从来没有一帆风顺的 第三百四十集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感谢观看